最近中国女排抵达中国澳门之后 立马进行备战和集训 期待在5月29号 对战荷兰女排的比赛中取得佳绩 而在这一次备战期间 中国女排的主攻手王云露 却接连在网上口无遮拦 说了不少比较过激和极端的话 引发巨大的争论 被不少球迷批评太过冲动了 首先在前段时间 中国女排的球迷在王云露的设媒留言 建议她在打完巴西战比赛之后 接下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水平 有些球迷认为 王云露给人的感觉身材十分高大 实力却不行 本身这名球迷球迷出发点是好意的 但是表达的话比较难听 于是乎彻底激怒了王云露 后续王云露在设媒直接回怼这名男球迷 并且内涵这名男球迷哪里都细 引发不少争议 王云露这一番话 也被认为存在人身攻击的嫌疑 本身以为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了 没有想到后续在另外一个社交平台 有球迷提出建议之后 王云露却再度发声回怼 而且这一次的回怼言辞更加激烈 当时有球迷留言建议王云露减肥 否则他的身材有可能会影响到比赛的发挥 本身这一番话并没有太过分 结果王云露回复这球迷的一番言论 却引发巨大的争议 当时王云露说 你作为人有点蠢 建议你去世 不然会影响到生态平和 这一番话听起来无疑非常刺耳 说白了王云露是在批评这名球迷有点蠢 而且该死否则将会影响生态 这番话从中国女排28岁的主公手嘴里说出来 确实不是特别恰当 毕竟对于王云露来说 这名球迷提出建议没有太多的问题 即便是他自己不想减肥 或者认为自己的实力力没问题 也完全没必要恶语相向 而且对于王云露来说 现在试联赛的比赛还没有结束 才刚刚打完第一周比赛 没必要再设媒耗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 否则将会影响到他的心态和发挥 王云露作为一名顶级球员 最重要还是保持情绪稳定 尤其不要太过注重涉媒的言论 如果王云露把过多的精力和时间 都放在回怼球迷身上 恐怕他不会有太多的时间 放在比赛上得不偿失 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排球员 如果想要证明自己不需要多说什么 直接在中国女排后续的比赛中 打出精彩的表现 用成绩直接打脸那些质疑的黑粉就足够了 否则只会越描越黑 请不吝点赞订阅